葡萄酒醒酒,就是唤醒,葡萄酒,让它潜在的优秀风味体现出来。 下面是十个小问题,希望帮助你更好的醒酒。 一,醒酒有什么作用? 首先,柔化丹宁,释放酒中本身的花香和果香。 其次,醒酒能加速散去葡萄酒中因为各种原因而令人不愉悦的气味,例如阴挥发性的硫化物的气味。 最后,通过醒酒将酒液与沉淀分离。 二,什么样的酒需要醒酒? 这类葡萄酒多见于旧世界经典产区所产的酒,包括波尔多红葡萄酒,罗那河谷葡萄酒,里奥哈葡萄酒,年份波特以及一些丹宁较重的葡萄酒。 三,葡萄酒需要醒多酒? 从品种来讲,丹宁越强,醒酒时间越长,一般60分钟左右。 从产区来讲,一般新世界果香已经非常开放,只做短暂的杯醒即把酒倒在杯子里,15分钟左右。 从价格来讲,100多块或以下都是可吸引的餐酒,就不必去费身醒酒了。 四,红葡萄酒如何醒酒? 酒体比较轻的红酒比如黑皮诺、加美、茨维格醒酒20到30分钟。 酒体中等的红酒比如品丽珠、哥海纳、马尔贝克,丹破,醒酒30至60分钟。 酒体饱满的红酒比如赤霞珠、小希拉、木和怀特,丹纳醒酒60分钟以上。 五,白葡萄酒需要醒酒吗? 多数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无需醒酒,但一些年轻或老年份的侠、多利、雷斯令也可以适当进行醒酒,最多在15至20分钟。 六,香槟起泡酒需要醒酒吗? 香槟起泡酒醒酒十分少见,但依然存在。 比如一些小农香槟就适合醒酒。 七,自然酒乘9,需要醒酒吗? 自然酒20分钟醒酒时间,乘95至30分钟醒酒时间。 八,常见的醒酒器有哪些? 按照形状分为三类,大度宽口传型醒酒器。 最常见,适用于酒体丰满的红葡萄酒。 中等宽口醒酒器,适用于酒体中等的葡萄酒。 深长型醒酒器,适用于酒体中低或者一些醇厚的白葡萄酒。 此外还有一些异形醒酒器。 乍一看真的很好看,但是真的不太好清洗。 九,使用醒酒器应该倒在哪的位置上? 醒酒器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酒液与空气的接触面积,所以倒酒时大约倒置最宽处。 十,醒酒器怎么清洗干净? 购买一把专用的醒酒器清洗刷,对于顽固污脊,可以装入清洁时,旋动,冲刷内部的污脊。 最后烘干倒置。